从唐朝的锦教 元朝的耶里可温教 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一次次的叩门 开门和关门 一次次的洒种 发芽和拔出 一次次的遥望 希望和失望 都不是突然的 都带着 上帝的美意 在他们对中国的 舍己现身中 我们看见上帝 对中国人 无条件的爱 在他们对中国的 前赴后继中 我们看见上帝 对中国人的 不离不弃 在他们一次又一次 成与败的艰难尝试中 我们看见上帝 在精心开辟一条 最适合中国人的 福音之路 1807年 中国禁教一百年后 马里逊 戴德生等一大批 基督教宣教士 用血和泪 将福音的种子 植入中国最底层 这一次 这一次中国的灵魂之门 被打开后 就再也关不上了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它 天上飘着些微风 天上飘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它 却不想它 却不心想它 在你耳耳漫漫游 啊 言之你說些什麼話 叫我如何不想他 啊 許天還有線兒參加 叫我如何不想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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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